切水路 你看怎么方便怎么来嘛 这个我游击干不下来啊 那要去哪里切 你要剩大猎干一刀嘛 那肯定剩大猎干啊 干一刀的话 应该来说这刀大猎是这样写的嘛 是吧 嗯 干一刀大猎 万一要薄出水螺那个 啊 好啊 这个手肘就肯定是有的嘛 硬裂没有 万一要这个没有用 哦呀 杨总看一下不一样 那就把它搞下来 那这个就在你这里切嘛 可以 真的有机会的 那我在这里你告诉我一下我怎么切 然后我就去那边了 都不切那么厚的 下多厚都行嘛 我们现在都是1.3 差不多嘛 就是1.34 看多少钱 这个啊 我是看只是做人手肘这些还能用 可以用 这些编料还漂亮的 我说是看它的底型好 看它的形状好 你要打个钱 那只能下片了 那下片就下片嘛 1.3 我可以用 1.2片 嗯 好 现在目前就看它这个有策略 到时候它每一步都在做 最大的泡 像这个面的厚度有点大 到时候要大做个圆条之类的 还是要可以 为什么说它这边没有呢 但是这些小力影响 特别是手肘 所以说有点来电的话 它就价格就打折客了 到时候你看它的牌子 这个也蛮漂亮 这料子算切斩了 真的有春有色 有兰花 是吧 有多少条我 我都没看 但是有些可能有点毛病 我们做就要做完美的 对 诶 这里面还有春啊 这不是切斩了 切斩了吗 可以耶 那这一条刀 我不知道 你照明做手肘你是懂的 两刀三万应该有 到时候起货一看就清楚了 那你画画那种可以套的 先把它套出来 套饼 对 我要全部把它做出来 套什么饼 像这个我们尽量压大圈口 是吧 万一哪里有裂 鱼就可以缩小圈口 因为毕竟它这边有条大策略 这个策略是这样过来的 这个总好好的 一条 两条 这个差一点 三条 四 五 六 七 那边有几条 目前两条 九条 剩下的再看 能不能搞个一两个贵杯什么之类的 货头只有几个 三个货头 套吧套吧 套出来之后这些好的 哦吼咯 走着真难度 看这链都不想给你们看了 这一条倒是用线切割 它是中间这里有一条链 然后把它劈开 用线切割做一对叮当 这么高品质的叮当 也算是市面上少见了 然后就是贵妃 还有一个政权 这个东西还是普通的 报告啊 还好这些石头切下去 它是切掌了 里面的种水都够用 花也漂亮 你看这些有春有彩 这个种水都够用 还好还好 可能这些可以做好多量 想想到时候做一个好玩的来玩玩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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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